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说这感谢谁呢 感谢谁 感谢龙马和四十二愿意等待我回来录魔兽的节目 那是肯定的 然后也感谢大家愿意等待去听这期节目 那坐姿有点奇怪 没有办法 还没有恢复好 但是我非常荣幸能够回来录的第一期节目 就是魔兽世界的故事 非常开心 从轻松一点来 我们还是从上级回顾开始了 咱们这次可以略过这个 因为我已经不记得了 很多人说 我是说过 我说每个月的第一周更新魔兽 但我没有说每个月都要更新 太运气了 非要给自己找一个 我只是说只要更新 它是在第一周 主要是Nada身体原因 怎么说人力不可抗 而且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要不然俩人录 或者怎么着呢 我当时真想了一下 但我觉得还是保持 第二季咱们这阵容一录下去 还是比较好 因为这个节目有一个完整的整体性 再一个你万一他少一期 回头下一期 那那个Nada也接不上 我说的也奇怪 有件事还得再说一遍 可以 行我就不着报了 着报不少了 然后上一期说了什么呢 上期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兽人 最终攻下了沙塔斯 然后干掉了德兰迪人之后 他们又把自己星球上 这些其他种族都扫平了 然后发现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 麦迪文就变成了一只小乌鸦 一个兜茂人 出现在孤尔达的面前 给他们说了黑暗之门这个事 然后也就上一期 我们正式这个门就开了 然后这个兽人就涌过了 这个黑暗之门 好好当当 然后也跟人类有了接触 有一些摩擦 之后这个所谓的第一次大战 就要开始了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内容 上一期其实还有一个大事 就是说 麦迪文他妈 艾格文 看到这门 之后就说就知道大事不好 打死儿子去了 败家玩意儿 结果他终于发现说 这个已经不是麦迪文了 被这个萨格拉斯的灵魂所控制 然后两个人就在这个卡拉赞塔顶上 大打出手 在场的宾客 全部 全部这个被刘弹所击毙 对 没有这个莫罗斯 管家活了下来 然后经过这一场之后 艾格文被打到了 不知道什么 什么天边在哪里去了 然后这个麦迪文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又忘记了被萨格拉斯控制 这样一回事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说他俩在打的 虽然很激烈 电光火石 但是打这个事本身 并没有引起特别多的关注 没有成为 没有上热搜 也没有 不是个事 没买 当然受人不乱买 主要是说人类和两边 一是暴风城王国 再是肯是说议会 都在专注于什么事 就是受人入侵这个事 就是说在沼泽那边 说有一些绿皮的怪物 摸摸底下什么的 冲了过来 这个事很紧迫 关于麦迪文 他们眼里就是一个 所谓什么叫 纲固子弟 这个人虽然说有些威胁 但是好像还不是很着急的事 受人的威胁 还比较迫在眉睫 但是这个 可是说 或者说 TXA议会 其实背后 也不是说 想要 就放着麦迪文就不管了 他们想说 我们没有精力搞硬的 来这转 对吧 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 还是起以前那招 就是再派一个 肯尔托出身的法师 来这麦迪文 当所谓的学徒 或者说是助手 想拉拢一下麦迪文 安抚一下 就是说 别搞的那么太矛盾 现在我们外敌当前 别让麦迪文在搞事情 大家就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卡德加 就在这登场了 然后有关于整个 他来到卡拉赞 和麦迪文相处 这段 有一个很著名的小说 最后的守护者 今天我们会多次提到 很多地方 要引用这个小说里的内容 卡德加 本来在肯尔托 已经就是一个年轻的 很有前途的 所谓前途无量的 年轻法师 考描的 对 但是他其实 一听说这个差事 他挺不愿意去的 因为首先 麦迪文 是臭名照录 算是 因为你想那边那边那些法师 肯定对他没什么好话 对 就说这个人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是吧 他们肯定不能说提起 法医会这回事 这是秘密 但是肯定 这个就是整个舆论上 对这个所谓的 当时在小说里 他有一个名号叫 星界大法师 麦迪文 就这么传说 他很厉害厉害厉害 但是也没有人说说 这个人是老师是谁 怎么从哪学的 不知道 就是整个法师的中心 达拉燃 大家都说 但最厉害的法师 不在达拉燃 有个叫麦迪文的人 住一塔里 在这些小辈看来 都很奇怪 不是他好人 对 就好比说说 我在武当山 练了一辈子武功 然后武当山大掌门 告诉你说 有一个武功最厉害的人 在上一次住着 这事就很奇怪 这事就很奇怪 但是这个卡德加呢 自己也是一个 好做功课的人 说既然这个议会命令我去 那我也只能去 但是呢 我得做做功课 不能这个白白送死 因为他听说 好多给他当助手的人 不是这个奇异的失踪 就是疯疯癫癫的 跑回了达拉燃 他不想有这样的下场 他也做了好多的功课 在后世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学徒 能够在麦迪文的手下 撑过一周 然后除了卡德加 这是后世 就是怎么说 夸奖卡德加的一句话 就是有说他这个人 有多厉害 对 他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首先就是他心理素质 非常好 卡德加 就经常临危不惧 小说也多次提到 就是作为一个 当时他只有不到20岁 这么一个年轻人 多次遇到这种 就是非常危急 生死与关的关头 非常冷静 天生有料的特质 再一个呢 为什么怕他来呢 他还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优点 就是这个人啊 非常的善于这个观察 然后非常善于探查 非常还是非常善于推理 这个法师中的这个破案专家 然后这个麦迪文身边呢 正好有一些这个 各种古怪的案件 对 其实如果看过这本小说的人 也知道 他这个小说里有一个 非常这个明显的那种 就是悬疑小说的感觉在里面 因为他以卡德加的视角 然后他是一个很善于推理的 这么一个年轻人 然后来来来 在他里喷案这么一个视角 是这样展开的啊 这本小说呢 我们还要提一下 就是他呢 基本上和咱们之前提到 这本小说不同 他基本上和现在这个 这个重新整理过的编年史 没有太大的出入 有些细节就有不同 整体上是符合的 而且这个小说里 有些细节挺有意思啊 可以给大家念的念的 首先呢 这个卡德加第一次来到 卡拉赞门前的时候 那个卡拉赞 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大阳台吗 对 他第一次来到这的时候呢 他就感觉这个余光啊 余影穿的时候 就感觉那阳台上 有一人穿着长袍 他有一丑 并没有人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小说里的伏笔 这个后来我们再说 这个神秘人 还说这个 编年史里不是说 说这个整个卡拉赞里的人 都死光了 就像莫罗斯了吗 但其实小说里呢 并不是这样 而且这个莫罗斯的言行 虽然也很奇怪啊 但是他并没有说 像现在编年史说这样 就彻底疯了 就是一个很古怪的人而已 然后老戴着一眼罩 他自己说 说是这个塔里老闹鬼 然后戴着眼罩 就省着我老看见鬼 他不喜欢看见那东西 对 然后这塔里呢 并不只有莫罗斯 刚才我们提到 说他还有一些 其他的仆人 服侍这个麦里文 比如说有一个 明确提到名字的 就厨师叫库克 有这么个人 这库克也戴一眼镜 他戴一个 据说是一个墨镜 所以那墨镜 也能过滤一些鬼魂 还挺时髦 塔里本来就挺暗的 塔里都戴 然后还有些其他人 老来拜访这个卡拉赞 包括一些矮人 给麦里文送一些诗旧 什么的 对 就是没有像现在 编年史里写的 这么冷清 像是这个古堡一样 关于卡德加 也有些细节 卡德加这个名字 是一个古矮人语 中的信赖的意思 所以当时可能是 达罗燃给了 麦里文一份名单 就是我们有这些人 你可以选一下 你想要谁来 因为他懂矮人语 可能大多数人类都不懂 他可能知道 人类的父母 也不见得懂 他可能刚巧就起了 一个矮人语中 代表信赖的意思的名字 然后麦里文就喜欢 这个名字 把他叫来的 这是这么一个 有挺有缘分的巧合 然后还有一个 有意思的事 就是卡德加来到这的时候 肯定说那些大法师 基本上每个人 给了他一个任务 特别有意思 小说里是这么说的 比如说有一个说 你要问问麦里文 关于他妈和恶魔 当年打仗的那个事 之前我们讲过 然后这是谁说 这是卡德加的第一任老师 叫做贾兹巴 给他提的一个任务 还有戴尔斯女士 另一个老师 对 另一个老师说 你要从他的图书馆里 给我找出所有关于 精灵的历史的文献 加拉树 给我记录下来 带回来给我 还有一个是大学者奥隆达 给他下命令 说你要去他的图书馆里 看完所有的怪物图件 回来给我告诉我 对 然后这个学者奥隆达 他有一本特别著名的著作 专门写巨魔的 他认定说世界上 像已知四种巨魔 他通过他的学术推断 他认为还有第五种 但我们没有发现 他试图从卡拉赞的图书馆里 找到他推测的证据 这些人眼睛也腿小了 然后麦立文就提到这个事的时候 就说 他就很嘲笑奥隆达 说这还什么学者 天天就写些废话的知识 因为他的学识 根据他妈来的 他妈来的那种上层精灵来的 当年是踏遍整个星球的 那个上层精灵 所以他们已经知道 这个星球所有的生物 有五种巨魔这个事 这还是知是吗 但他看来这个就是简直 不是个事 森林巨魔 丛林巨魔 沙地巨魔 冰霜巨魔 肯定还有第五种 就是赞大拉 所以你们人类没见过 人家在岛上 对麦立文看来非常可笑 但是就是 人类的那些大法师大学者 他们还觉得这是个事 卡德加来这当学徒那年 他才17岁 小说这些 而且麦立文还特意 像面试似的 问过他一些履历 卡德加自己说 我主修火系 主修火系 但是我对其他法术 也都很了解 略懂略懂 比试成绩很高 这么一个人 而且这些人 还经过麦立文的问答 还发现他了解一点 关于傀儡人偶相关的 这些知识 制作和操作这些知识 所以麦立文 通过一些对话 他感觉到卡德加 是一个还挺招他喜欢的 一个聪明人 麦立文就喜欢傻 就讨厌傻子 所以他觉得 达拉燃那些法师 90%都是傻子 来一个比较聪明的年轻人 他还挺傻 是卡德加的 然后在两个人 相处过程中 他也发现了 卡德加身材的种种的 这些刚才我们提到 这些优点 编程史里说 卡德加是才智双全 给他捧得很高 因为后来地位很高 这个人 然后甚至麦立文 找到一个机会 就直接跟卡德加挑明了 跟他讲了这些 关于守护者 整个这些事 就是说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怕我吗 开始 卡德加很收着 就是说 我们法师学会 这些人 都很尊敬你 没有原因的尊敬你 在我们这些小伙 没有原因 对 都很不可理解 因为他 麦立文本身 不著书立作 他也没干过 什么惊天大事 但是在小说里 就是没有 之前我们说的 巨模那一段 所以他就说 只要这么个人 也不知道他干过 什么事 但是所有法师 都很尊敬他 惠莫如深 对 然后麦立文说 你不用客气 你不用尊敬这个词 应该用惧怕 他们就是怕我而已 对 卡德加说 您说的对 所以麦立文 我告诉你 为什么怕我 我跟你讲 说我有一个妈妈 什么700年800年的 法律传给我 人的凯瑞说都不对 对 在我的身体里 有这样的力量 我是守护者 守护者是怎么 怎么回事 跟提示司法议会 为什么关系不好 整个前一后果 告诉他了 所以说他们怕我 这卡德加到这 是整个了解了 关于守护者 这一部分的知识 很信任 然后卡德加 来了这卡德加之后 他一方面觉得 这个法师 果然比传说中的 还要难相处 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 再次他发现 比这个还有一点不好 就是这个塔里 真的闹鬼 闹心死 真的闹鬼 到时候有看到 一些奇异的景象 他有一次还看到了 一个关于他自己的 一个幻象 他看到了一个 他开始 他不知道自己 看到一个白发 白胡子老头 站在一片赤红色的 大地上 军类的大地上 天空也是赤红色的 一看就不是我们 这个星球的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指挥着 成千上万的人类军队 和一些绿皮的怪物 在作战 他就看到了 这样的幻象 他就很奇怪 说这是未来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看这个老头 疑疑的发现 这好像是我 他意识到 这个事情了 对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 就说 他看到绿皮怪物之后 因为他没见过兽人 但是他这时候 也听到了人类 打仗那边的消息 然后就问起白银 说我在这幻象里 看到了那种东西 看起来很像是 最近战报里导 提到的所谓 兽人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呢 反正麦迪文 就闪烁其词 找活动 今天不说这个 每月的第一周 上课 并不是每个月都上课 对 反正就是老糊弄他 然后就把他 要把这事儿折过去 反正卡德加 就很怀疑他 然后这期间 还有一个什么事 他们俩做着施救 在黑色沼泽上空 算是巡查 逛一逛 正好逛过兽人的 对 然后被一个兽人的术士 给袭击了 在大法师的保护下 卡德加勉强战胜了 这个术士 但是呢 有意思的事情 他们在打败了 这些一个兽人的 一小撮军队之后 他们遇到了一个 人类的将军 这个将军是长成 这个样子的 是一个很结实的男人 满脸都是写满了沧桑 满是战争的痕迹 实际上是疤 他这个胡子 干扁的像是枯萎的野草 秃头 头就是 头发已经比较 就是一个 发际线比较 地中海 发际线比较地中海 式的这个发型 然后呈现胡椒粉状的 灰白色的胡子 然后呢 这个宽大的前额 身体很巨大 穿着很重的板甲 皮的大斗胖 看起来非常 雄壮威武的 这么一个将军 然后卡德加 从他的肩膀后面 看到了一柄巨剑 剑上相有 这个璀璨的宝石 肩柄上写着凹肉 别话 对啊 直死直剑 在乎兄弟 这就是洛萨 但是其实有一事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时候 洛萨的配件 其实是 应该叫做 皇家巨剑 我查了一下 在小说里 和在现在的编辑室里 都是这么描述的 并不是我们 的兄弟会之剑 那个其实并不是 洛萨的配件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 说洛萨的配件 叫奎尔扎拉姆 是说他们三兄弟 在野外探险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菜散神器 但是在百度之类的地方 看到这样的说法 也知道这是杜撰 官方并没有这样的舍定 奎尔扎拉姆 也没有这样的武器 奎尔扎拉是有的 那把剑是有的 但是奎尔扎拉姆 这个是后来 是玩家编的还是好 反正是没有得到 官方认证的一个说法 总之这把剑 没有确切的名字 就是暴风城皇家巨剑 你认为大元帅拿的 就差不多了 皇室搭建 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律 但是上面有一些符文 就是这样而已 这个人就是洛萨 他也是正在率领的军队 正在执行侦查任务 沿途就遭遇了兽人 然后正好也就是 我记得小说里 算是不是他救下来的 不过他和麦迪文 一起赶到了 扶起来卡德加 卡德加也是兽精了 第一次见到兽人就见到术士 感觉惊魂未定 然后他还劝麦迪文卡德加 说你们都是法师这么厉害 你要加入战局 帮助我们作战 然后悄悄的还跟你卡德加 说你跟着麦迪文不容易 你认识 年轻人辛苦辛苦 但是麦迪文这时候 虽然是老朋友 但是很推辞他这个要求 不必要也没有 你们这打仗的事 我在考虑考虑 我们法师一般不不搞这事情 放屁 搞几次了 但他的意思就是只是想拖延实践 他不想帮 因为兽人是他 怎么会他知道 他不想真正帮助洛桑 是这样 经过这个事之后 卡德加又跟着麦迪文回到塔里了 然后这次事之后 他发现麦迪文变得就怪上加怪 比起来更古怪 经常是比如说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见不着人 甚至好几天连续的不见人 塔里两个半个人都没有 然后每次回来的时候 都有一种身体被掏空了的样子 干什么去了 瘫坐在椅子上 对 卡德加说 他底下放哪呢 好奇怪 我也看不见 他这里只有书 没有一些高科技的设备 这是干嘛去了 更加让卡德加感到担心的是 他这塔里 他遇到了一位 很奇怪的 很诡异的石客 对 以前也来过反正 对 他是一个半德莱尼人 半寿人 但是卡德加这个时候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就是加罗娜 上期我们也提到了 顾尔丹把他派过来 跟着麦迪文 麦迪文也很喜欢浑血的小女孩 对 因为比较聪明 比较聪明 比较聪明人 而且他对他的身世 肯定也有一定的同情 加罗娜是从小身世不好 麦迪文也是小时候很苦 所以就是 就把加罗娜留下来 说你随时来 这里都欢迎你 但他其实想从他身上 得到一些更多的兽人的情报 加罗娜那边也是受顾尔丹的指使 想套一点 爱迪文身份的信息 是这样 但有意思的是 人性情相投的人 老是 莫名的就往一块聚 卡德加和加罗娜 在这塔里慢慢的 也关系处的不错 所以欢喜冤家这种感觉 天天老吵 一个法师 一个就是盗贼 盗贼 然后他们俩 慢慢的变成了一个 好朋友 欢喜冤家的好朋友 这种感觉 还有那种美国的卡通里的 对 而且他在这一点上挺认同 麦迪文的 他也发现说 半兽人 确实跟一般的部落成员不太一样 他觉得性格有点奇怪 但也很有意思的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种族的一个人 对 但这个时候 他就对他的导师 除了加罗娜 他是认同以外 其他的方面 他对他导师 越来越质疑 就说加罗娜就在你这塔里 都待多长时间了 你妈你跟我说你没这样受人 你妈混动谁呢 你 你当傻 但是老师 不好意思当面博他面了 只能自己偷偷的 开始调查了 调查 在刚才我们提到这本小说里 在这段时间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 有很多提示法议会的法师 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死亡 包括这其中包括宫廷 就是八峰城这边的宫廷大法师 有一些也是议会成员 有死的 然后也有一些在达莱安那边的死的 其中刚才我们提到的卡德加的兽业老师 甲兹巴也在这个时候死了 然后通过现场的作案的情形查看 认为是恶魔所为 有一些恶魔的迹象 而且最有意思是什么 比如包装城说事 说法师死了 找麦记人过来查一查 这你就是犯案人和作案人 是同一个人的好不好 你怎么说都能圆回来 麦记人很聪明 他把每一个作案现场都为了扬成什么样子 就这些法师为了追求力量 画了个符 搞了一个召唤恶魔的法阵 然后自己就被召唤出的恶魔杀死了 这看起来非常合理 而且普通老百姓也都觉得 法师干得出这种事情 杀人诛心 对 杀人要诛心 好可怕 反正麦记人就用这种方式 一个一个除掉了好多 当时就是想要探查他的 或者对他有怀疑的这样的议会成员 而且还伪装成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作案的现场 自己还有不代表证明 卡德加都成了他的完美的不代表证明的证人 他经常就是利用自己的法术 一边给卡德加这边加上课 那边弄死俩人 然后回来了 对 反正就是卡德加 虽然他心里很多怀疑 但是他还是很珍惜 能够跟在麦记人身边学习的机会 麦记人却教了他不少东西 而且他家麦记人都不用教他 告诉他 你手手手管去吧 他自己在这 看书 这个那算灵字 对 天天看看 这个时候卡德加的作为法师的实力也是大涨 这段时间都是这么度过的 我们再看看部落这边 兽人的整个部落都穿过了黑暗之门 但并不能说所有的士族都来到了埃德拉斯 因为黑手发现有几个士族在自己的心情上就杀红了眼 在最后最后那段资源比较匮乏的时候 自己杀自己 自己杀红了眼 包括战戈 碎手 士谷 这些原来比较主力的士族都这样 黑手怕他们领过来之后 不服管 不服管闹事 把他们都放在地火半岛的一个特殊的区域里 你们在这待着 我们去那边拿着一些物资什么的 也会分给你们 你们不要生事 就先别让他们通过这个门 因为黑手觉得 入侵一个新的世界这种事情 虽然说战斗力 这种野性 这种欲望很重要 但是纪律性也很重要 把他们带过来 估计就是会投后腿 而且他有两个想法 一就是我把他们丢在这个角落 像流放一样丢在那 时间一长了 他们就备受煎熬 然后一不爽 又打起来了 他们就自己把自己消耗殆尽 也就得了 但如果他们倒是能够吸取教训 变得很老实话 我还可以 以后也可以用 两种情况对他都有好处 是这样 然后他就把那些所谓的 不太听话的士族都留下来了 然后带着其他的 包括黑石 血环 火认龙猴 什么目光之锤 这些等等 都穿过了黑暗之门 包括双狼士族 也是算带过了黑暗之门了 整个这过程 经过一年 黑暗之门建造前后 这门也不好盖 像上期咱们也说了 雕花 对 然后杜龙坦 不断不断的怀疑 顾尔丹 到底是为了什么 怀疑他的动机 但是毕竟就是怎么说呢 他们的星球是要 要即将毁灭 这个事实 所以来到埃塞拉斯 是他们的 他们双狼士族 也是唯一的出路 这一点他是认同的 所以他也穿过了黑暗之门 然后来了之后 顾尔丹就发现 这个双狼士族 跟其他的士族 就不太一条心 攻打人类什么的 双狼士族就不太愿意 然后顾尔丹就私下找杜龙坦 就说 你要是不服从指挥的话 要不然你就走吧 滚吧 对吧 你就别在我们部落这里头了 是吧 我也不杀你 你就是带着你的全族的 蓝鱼老药 你愿意上哪 上哪 你要不走的话 你们再这样不服指挥 你们这个士族我都要灭掉 多龙坦虽然不愿意离开 整个部落的大家庭 但是他这时候 他德拉卡怀孕了 媳妇怀孕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 不想与贺尔达硬碰硬 而且他一个士族的实力 无法与整个部落抗衡 就是说 那算了 反正我能活就行 来了新的世界 怎么还没有我一个利锥之地 没有我双狼士族 能活下去的地方 他就说那行 那我们就走 经过反复权衡 他们决定说向北走 离开部落向北走 往北其实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 首先人生地不熟 不熟悉埃兹拉斯的地形 其次 整个东王国这边都是人类的地盘 走到哪看到绿皮 肯定都是干你 对 所以 但是双狼士族经验的发现 有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地方 他们不是一直想要找回 传来的传统 他们发现 爱德拉斯 这个行程上的元素之灵 远比德拉诺上的还要强大 这个好 可以依靠 而且这边的元素之灵 好像没有人惹过他们 感觉还挺好说话 比较和善 发现了爱德拉斯当地的元素之灵之后 然后从前的老萨蛮 这些还不是老萨蛮 就是正直壮年的德雷克达尔 大受鼓舞 我们再也不用使用邪能了 再不用那套了 所以又拾去了自己古老的传统 开始向元素寻求指引 然后元素就给他指明了一条小路 他沿着北方 就是寒冷的山林里 找到了这么一块地方 与他们曾经 故乡双火岭极为相像的一个地方 告诉他 你去吧 你们那地方适合你们 他们就一直向北部的高山 就进发 双狼士族的命运 就是在向北走 就接入到的奥特兰克的古地 是 不过这还没到 他们还在路上走 这边 部落全面侵略 帮风城的战争就要打响了 黑手大球长命令 首先部队全军向西北方向进发 深入帮风城的领地 然后他首先认定 就是人类这些 比他矮那么多 他觉得我们只要亲心合力 人类不堪一击 小豆芽菜 对 然后确实 最初的时候部落的军队是势如破竹 阳光树林 西部荒野 以及赤几山南部的地区区 瞬间都落入了部落的控制 然后人类的民众死伤惨重 流离失所 对 然后 而且 受人经过在自己兴求上 赫德战云的战斗之后 也是怎么说 很善于作战 每当帮风城的防守部队赶来 保卫城镇的时候 发现入侵者打完就跑 就是杀人抢东西 抢人抢粮 但不抢地盘 烧杀抢脸 撤了 消磨你的动员力 人类发现说 这跟材料人也不一样 跟巨魔也不一样 这个圣人挺难搞 暴风城的这些领导者 包括国王 海安国王 也意识到了说 战争已经离开了 初期的接触阶段 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国家 与国家的战争等级 是的 他就很快摒弃了 父亲曾经的这种 比较怀柔的做法 他爸老是 这边顶着点 这边压住 对 能逼逼就别动手 来人想说就不服他爸 所以这个时候被打成这样 所以他肯定不会像他爸那样 动员起来 对 他明白就是寿人来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征服的 反正就是 人类寿人 只有一个能活着走出去 我必须得跟你拼命 你越跟他磨去越完 对 他就册封洛萨为王 国王的勇士 给他一个头衔 是为最高的军事头衔 就是所有的部队的规刹指挥 总司令 命令他迎击寿人 然后洛萨决定说 既然寿人 也喜欢搞这些东西 咱们就是在叫 机动性上 做文章 首先他摸清了 寿人一般出击的 这样一个战略的模式 他什么呢 你不是打完就跑吗 狼奇拆风光 你打 我不管你打 你打 他专门在寿人 撤退的路线上 射下扶兵 然后领着他忠诚的骑士们 这些 他手下有一个 后来也很著名的人物 就是骑士格文拉德 后来也是五个英雄之一 格文拉德这时候是洛萨的副手 然后指挥 他负责带领骑兵 在洛萨的指挥下 经常屡屡的 就是伏击到兽人的 进攻部队 效果非常好 可不我那三本 三本打二本 对 三本兵打二本兵 是啊 然后兽人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 说人类跟以往遇到的敌人 也不一样 非常几乎 狡猾的 对 而且人类当中 有一种叫牧师的玩意 北军牧师 对 包红城有一种牧师 会治疗 然后还有种法师 还会奥数法术 这没见 对 怎么没见 问题都有 所以我就觉得兽人 也是傻 尽管他们和德弹林人 也见过 他们觉得人类更厉害 使得更好吧 这还真是 对 因为人类不是太惨的造物 说白了 然后除此之外 有一个德弹林人 确实没有的东西 就是骑士 身披重甲 重骑兵 往来如飞 兽人说 没见过这玩意 而且神出鬼没 而且还又重亏重甲 这让兽人 兵以前都是骑狼 狼也没那么好奇 对 兽人有骑狼的骑兵 但是他没见过骑马的 托莱尼 德拉奴 好像没马 对 他没见过马 有羊 都塔不羊 没马 然后莱恩国王 也发出警报 向其他人类的亡国送信 就说 这有一群入侵的兽人 怎么怎么样 然后警求派出援兵 当然是没有管他们了 上次没管 前几期都知道 对 各国领导都把莱恩送来的情报 当成笑话 唯一就是觉得挺重 这个事的就是洛丹伦 他洛丹伦当时很奇怪 有一个自称是暴风城的贵族的人 在洛丹伦里到处天天跟他们一起社交 这个人 后来就我们说是谁 这个人不说啥是谁 就是公然的取笑莱恩公 挑一下事 挑事的 然后就说什么瘦人 那就是暴风城他们自己家 起内讧了 在政变 在搞国内 在搞内战 你现在去的时候被人当枪使 不要管他 那洛丹伦这个礼仪之王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是吧 那就希望 对 还得给外交辞令 希望莱恩国王早日平定 叛乱 对 这个事就唯一有可能 就是重视这个事情的洛丹伦 也被这个人就给惹过去了 结果反正到最后 包风城肯定是一个援兵都没等来的 因为你 孤立无援 这几十年以来 首先就是常常人那个事 就搞的 就是说包风城与其他人类王国的关系 就不是特别好 国立主义 特别好 一般就是说 你不关我也不关你 我自己活得挺好 对吧 你看我们守护队在我们这 是吧 对吧 自己也觉得挺牛逼 结果标榜了几十年的这种 自立自强的事 到了这算是自食苦果 是 没办法 当然了 东部王国虽然是到处都是人类 但也不全部都是人类的地方 是 这个部落要打呀打呀打 大部分的火力 在北面打包风城 然后还有少数几只 少数几只 这个所谓的突袭部队 就杀向了 竞技谷西部丛林这一带 这部分 兽人部队 被基尔罗格辞严所率领 这是这个兽人当中 三门负责游击战的 一般打丛林战都派这个人来 这边跟家里那边也很像 他一看 说大爷雨林 我在这 大毛大眼 天眼大眼的进去了 这一看 我的地方好 进来了 舒服 对 兽人部队 这里是古拉巴石 巨魔的地盘 是 来了之后 这个兽人 就被这个古拉巴石 巨魔的迎头痛击 打的就是 不能说劈滚尿流 也是有点找不着北 巨魔也不少吃 对 虽然兽人这边 这支士组 也是善于丛林作战的 但是这个 人家有地利和人和 这个巨魔在这 生活了几千年 对 而且巨魔本身就能打 对吧 所以很团结 尤其有外敌时候 巨魔也很团结 然后这个血环士组 感觉这个打得很吃力 每次他们试图 这个深入这个丛林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巨魔 不知道从哪 四面八方 不断的涌出来 林子里 树后边树前边 反正到处跳 板子折了 卡一线 对 地下 都出几个人来 地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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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猛了 麦夫 沃下神经前卖完 反正就是兽人打得很苦 要是没有当年 麦蒂文 那一下 哪轮都到说 兽人打人类 然后黑手 这边就是慢慢的发现了 说经常有一些 报告上来 说这个 不少死 对 好多兽人 七七八卦的 惨死于西部丛林之中 说谁干的 不知道 他有说你们是傻 但是他也没有 没有功夫管这个事情 就说你们不要往那边去了 就先不要招惹西部 往往打着 而且果勒八十巨魔 也没有冲出来的意思 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 大不如前了 就是纯防守 对 守着我 你别来惹我 我也不管别的 反正就画条线 你这后边那撕 再连进来 你就崩回 黑手 就是跟吉尔罗 你会回来 别太丢人了 严格上与其他士族 会合 一起攻打帮风城 然后边城市 特意提了提 北军牧师生交会 这个事 好 包括这边 抗击其烈的斗争 战斗 打得无比惨烈 然后兽人 全部都配备着 黑神士族 配发的 这时打闹的武器 说是 消贴如泥 吹发可断 说是 人类一被砍之后 非死即伤 而且是 如果当场不死 也会很快的 失血过多而死 伤风 或者是失血 伤风 破伤风 对 反正就是 兽人的武器 很厉害 所以牧师 在人类当中 就是一个很珍贵的 怎么说 资源 没错 然后在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 北军牧师 也是 身先世俗都在前线 救死赋伤 和将士们 同复杀场 得说一下 圣交会的背景 本来这些牧师 是从洛达伦来的 说在很久以前 然后这些牧师 来到了包风城之后 创立了 所谓的北军修道院 是的 然后也成了 王国的很重要的 一个组织 一个租制 牧师基本上参与了 到现在为止 包风城所经历的 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 包括什么柴狼人 跟古拉巴士巨魔 这些 都有牧师的身影出现 而且牧师 在各个种族之间 你说我是牧师 算是有一种豁免的 这样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 因为什么 牧师只要在战场上 看到任何种族的受伤的人 他都会救 常常人他也会救的 巨魔他也会救的 所以其他种族的人 他可能是会杀士兵 杀将军 但是他看到 这是个人类牧师 哪怕是巨魔或柴狼人 也不会杀牧师 因为他知道 这个是 活佛下方 就有国际主义精神 人道主义精神的 这样一个职业 但是 在这场战争中 不同的是 兽人可不管这一套 是的 而且 先杀奶 对 而且兽人就是说 你会知道 你一个拉起五个了 这还了得 Nerf Nerf 这个兽人就专挑牧师杀 所以牧师在这场战争中 比以往的伤亡 要惨重的多 但即使面临着 而且牧师本身 他不是没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对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什么暗墓 截律墓 反正这时候 北军这些 基本都是神墓 被打了只能扛着 所以就是说 没有什么作战能力 但是 兽人还是目标是他们 所以死伤非常惨重 但是修道院的牧师 没有惧怕 你杀我 我又要往上冲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颇有佛家的风范 再打一阵 就回到了龙伊地亚城的牧师了 对 都锤都轮回 神职工作者 但是对 在魔兽里 牧师跟天地的形象还不一样 不太一样 在天地里 牧师熟悉点 大家就知道是穿板甲 锁子甲 锁子甲 甚至可以当踢用一用 是这么个东西 但是在魔兽世界里 牧师是一个 纯布甲 纯治疗的 就是魔兽世界里的牧师 更接近于D&D中 很多玩家也愿意选择 那种布衣牧师 原来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 还有一些 圣骑士喜欢穿布甲 特别RP的玩法 穿着袍子 圣骑士 看起来特别像D&D的 那种牧师的感觉 这里插一段 就是关于人类与生光 这个东西的 在编剑史第一卷中 当时可以大家回去听我们的节目 也提过这个事情 就是说 牧师的出现 是在巨魔战争之后 然后大批的人类牧师 开始产生幻觉 幻觉中 当时第一本 编剑史中明确说了 是他们在幻觉中 看到了纳鲁的指引 纳鲁的启迪 然后就学会了圣光之力 然后在这个编剑史第二卷中 又给出了更具体的说法 是这么说的 说牺牲与勇气 是圣光教会的立会之本 教会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那场混乱的巨魔战争 这部分是一样的 也是巨魔战争之后 一位名叫洛丹恩 大家帮他回忆一下 这个索拉丁王手下 有两大猛将 对 所谓阿拉索双雄 一个叫做伊格纳乌斯 也就是后来的 托尔贝恩家族的祖宗 一个就是洛丹恩 托尔贝恩就是那种野的 拿大福的 蛮荒地里跑那种 然后洛丹恩就是 出为组织军事的那种骑士的 传统 是这样的两个猛将 洛丹恩当时 他们在一起抗击 阿玛尼巨魔的时候 他们不是且战且退 把巨魔引到那个地方 然后两边夹击他们 但是巨魔进军很快 马上就要追上人 他不对了 所以洛丹恩当时有一个洛丹恩和 五百勇士这么一个故事 他们在一个像 就是三百勇士 那个故事的一个模式版本 洛丹恩带着五百勇士 在一个爱口 然后牺牲了他们全部阵亡 立战不退 以前全部阵亡的为代价 阻止了巨魔军队的进军 然后让人类和精灵的 整个的计划能够得以成功 是这么一个英雄 这个人有一个姐姐 叫米雷达尔 在第二卷中 是这么描述说 说米雷达尔是牧师的 算是祖宗 战争结束之后 米雷达尔 就是开始各种 照料的这些人类的将士 然后他最早 在梦境中 看见了所谓的光明之景 他在梦境中 看见了五个陌生的身影 五个宝 他没说是什么 但是他能知道 这不是人类 这五个身影 散发着圣洁的力量 然后这五个身影 每个身影向他传授了一种智慧 分别是神圣 防护 正义 惩戒和怜悯 就是传授了他五种天赋 太牛逼了 随便切 当他把这些教诲付诸实施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体内有一种圣洁的力量在流动 可以治愈伤员 然后让这些伤口神奇的愈合 就这么一种力量 在这之后 渐渐的其他一些人类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 这五个身影 咱们都讲了 然后米勒达尔就把这些人召集了起来 然后一起编撰出了一个 就把这些知识编撰成了一本书典 然后围绕着这本书典 形成了一个什么宗教运动 然后弘扬无私奉献的精神 承蒙天气 光明在我们心中 不拉不拉不拉 就这些 这个宗教就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种主流的宗教 然后数百年之后 洛丹伦的领导者 统治者们 进一步完善了信仰的体系 更加世俗化 圣光教会就诞生了 然后各地朝圣者都来朝圣一下 然后学习这些东西 学习怎么治疗 怎么点天赋 就学这些 所以说圣经师的俩有俩天赋 是牧师五个起敌的云给他们俩 是这个意思 然后其实人类不是爱多拉斯世界上 第一个跟圣光有接触的 但是因为怎么说 人类不是泰坦造物 我就觉得当时我看上去的边天史开始硬掰了 硬拗 所以与圣光的关系比较密切 哪密切 这很可能是血统与传承的缘故 这硬拗 因为人类的起源是维酷人 总之人类学会了这种驾驭光明的力量 然后教会在人类的各个领地上就广泛的修建 祭坛 什么教堂 各种修 然后选出了宗教领导者 加以领导 还有很多的信徒 比较重要的几个朝圣的地方 什么东威尔德 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圣光之院 礼拜堂 斯坦索姆 安多哈尔 提尔之手 那些刷钱的圣地 后来就是刷钱圣地 都是当时圣光圣地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二本吃了第一本的书 编年史第二次开始吃第一次的书 这个我说的 好像人都圆回来 大概算是一回事 我们姑且认为他没有吃书 就更细致的说了一下 说帮不成这边一样 打得热火烧天 然后结果黑手的心肤大患 除了人类以外 还有个目光之锤 四个字 老搞事情 这个目光之锤中的战士 经常是抗命不同 根本不屌黑手 经常是打打的 就是擅自离去 不见踪影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组织纪律性 黑手很生气 想要杀一惊百 省得其他士族了 你看老有目光之锤就不服 也没事 我也不用听你的 想要把目光之锤当个鸡 杀给其他的猴看一看 然后这个时候 古战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说队长没开枪 说要不然你站 你看我去给他们当个 目光之锤当个球长 他们听我 我能管一管 我管不好 你再杀 好不好 黑手一说 那你试试 结果古战尔一去 一夜之间 目光之锤就都调教好了 特别听话 目光之锤的战士 比别的士组还听话 唯命是从 说啥是啥 这黑手 行 有本事 他觉得是古战尔有本事 但其实古战尔是他就是说 这个目光之锤 是一个宗教的 以为支撑的一个士组 对 就古战尔就比较了解这些事情 他就是他 因为他最少是他把他们拉近剥落的 古战尔知道他们信的什么 编战史里说 古战尔很深刻的理解 目光审判信仰的意义 黑手他们都不知道 他知道这些士组成员的 崇拜虚空的力量 然后他们怎么进 而且这些人 为什么来了埃泽拉斯之后 就突然间不听话了呢 他们一来这儿 就感受到了 有这种强大的虚空力量 在召唤他 对话在脚底下 对 感觉不停的 就古神的低语 就在那边响起 然后他们就意识到说 在我们的地下 就求进 我们的真神 就求进了我们的真神 然后非常的兴奋 他们就感觉说 我们要拯救 就把我们的上双双召唤出我们的真神 应许之力 这不就是 说好了 对 这是古神 许诺给我们的地 交易说太对了 对 然后这些士组成员 欣喜若狂 觉得这是命运 把我们指引来这些星球 就觉得 所以他就不再听黑手的指挥了 而且他们觉得说 目光审判就来了 原来我们在我们星球 目光审判等不到 是因为审判在这儿了 是这样 对 然后上恐之神 存在这个事 对古诈尔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本来在 德拉诺的时候 不是觉得 很拿这些 什么审判 什么这些事 当回事 就暗影之力挑是 反正暗影之力 确实挺厉害的 但他结果来了 他就说 卧槽还真要上恐之神 还有这种事情 而且他就觉得说 那行 他就答应 目光之锤的成员 说你听我的 我帮你们实现 蔑视预言 咱们得团结起来 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情况 不利于你们的 眼光抗缠远 目的 对 眼光抗缠远一点 目光审判 你想 部落来这 就少杀侵略 对吧 这不就是目光审判 对吧 对于人类来说 受人不就是 默人审判 对吧 所以你们要假装 服从黑手 帮助他们 帮助部落 来在这战争 战争这个事情 本身是符合 你们主人的利益的 是的 这个目光审判 这件事情 有道理 对 所以他们就跟 国家达成立志 表面上服从黑手的指挥 打仗 杀人 这个是符合 我们教义的 暗地里 还是想要服从 真正的主人 也就是所谓的 上古之神 上古之神 确实对战争很满意 就是说 疯狂 对 人类在这繁荣 发展了千百百年了 看着恨的话 突然间来了一波绿 这好 对 所以就是觉得说 那行 我也古神 暗中的就是 告诉这些 目光之神的成员 你们可以帮助兽人 感应越来越强 帮助部落来作战 然后这些 目光之神的这些 这些人 就发疯了一样 把他们这个预言 烙在 白鬼兽人的身体上 然后把他们的皮 做成书 装定成 一本书 叫做 目光的颂歌 邪点 受人皮 做的书 邪点 刚才有一个盛典 这是一本 邪点 然后这本 目光的颂歌 就成为了 这些古神的追随者们 所吸引的力量 和动力的源泉 那说说 刚才已经往北走 双狼士族的事 双狼士族 一路北上 反正在元素的帮助下 反正急了轨弯的走 也没 成功都绕开了人类 抵达了 刚才斯特尔提到的 他们在未来将 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的 新家园 奥特兰克神脉 孩子也生下来了 德拉卡 孩子生下来了 然后起名叫古伊尔 我觉得不用家园 我说这干嘛 就说 反正讲到这 就是这样 大家就别听着 别睡着就行 不玩魔兽朋友 记下这人 挺重要的 林尔降生 本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德拉卡和杜龙潘 也算老来得子 老来 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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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年 正好 正生孩子 是好生 但是生完这孩子 一看这孩子 是个球 不是 孩子是好孩子 但是他们深深的恐惧 为什么 孩子是绿的 不是我生的 别人 对 是个绿孩子 别人生的 为什么是绿的 他们就意识到了 原来受人 应该 因为辐射 大量的使用 这些邪能的力量 结果他们的下一代 已经虽然还没有喝血 东方坦其实没喝 他们开会的时候 绿色蹭 被辐射照了一点 但是也不行 已经他们的后子孙后代 都已经被 所谓的 他认为这是先学 的诅咒 就是我们的祖孙后代 都已经被你们 这玩意给疑惑了 就抽虑了 这个东方坦就非常的恨 他说我不能再做事不管了 虽然我带领我的作人 可以生活 但是顾尔丹 这个作孽太深了 我必须得采取一点行动 所以 对德拉卡 他媳妇 认为也是一样的 决定跟随他 所以这个东方坦 和德拉卡 就让这个双郎的成员 留在他们新来的这片家园中 我们继续开拓你们的生活 好好生活 对 他决定自己 要返回部落 这个顾尔丹的罪行 就抱着这海 你看 你看 海都绿了 你们海弄 对吧 他们就抱着这个古叶 就是朝南又折回来了 就想要 想要来怼顾尔丹 说白了 双郎士卒 应该是交给德雷克塔尔 就好好打理 对 顾尔丹克塔尔你说你带 听老萨满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有点鲁莽 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但是也算有一定的准备 这个德拉卡塔尔 就是用萨满之力 给奥格尔丹 毁闻之水 先送信 告诉他说 你哥们儿 杜龙坦来了 照应着点 说他俩约在 洛河莫丹的 一个边境地带 见一面 然后奥格尔丹 震惊了我估计 他跟杜龙坦一样 本来就不太喜欢 这个邪能魔法 他也没喝 当时就俩人没喝 我哪能喝 但当时他褶了一半 说我不配鱼 什么大吐蓝共鸣 扯了一个没用的 国企那一套 在双郎士卒流放之后 他就更加确信 完了 黑手已经被腐化了 是他认为 黑手已经不能再听他的了 然后奥格尔姆 也从一些留言 或者一些探查中 渐渐的知道了 有什么暗影仪会 这个东西的存在 知道了顾尔丹 自己手下有一批人 他知道黑手 其实是一个傀儡 是被暗影仪会所操纵的 然后奥格尔姆 就假借出去侦查之名 这人特别会 假借着 带上几个可靠的 卫兵 就赶赴 渔相约的地点 然后和 多伦坦就见面 然后多伦坦就过来 你看我儿子 都这样了 对 然后奥格尔姆 一看 绿子 你知道了 对 然后就跟他说了 反正这些事情 然后他跟他说了一个事 就说当年 咱们喝那个的时候 你不喝 你是因为你国企 对吧 我为什么不喝 我开车 因为我收到了匿名信 说古尔丹 其实背后有一个什么神秘的黑暗力量 他也是被邪恶的东西所操控的 所以我不能喝血 如何 然后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窗户黑暗之门 来到了这 整个这些事情都被说中了 对上了 对 然后他们俩就达成了一致 所以多龙坦 奥格尔姆 包括德拉卡 就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消灭古尔丹 然后要扳倒黑手 不能让部落再这样下去了 但是也没商量出具体的计策 然后奥格尔姆就先返回了部落 因为他老离开这 不是被怀疑吗 奥格尔姆命令他跟着他几个亲信的护卫 就护送说 你先把双郎酋长夫妻俩给我送回去 保住他们安全 他怕古尔丹对他们下手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还不如不送 所谓的奥格尔姆 我一辈子他一直念的这个事 我当时我不应该这么做 因为什么 因为他卫兵是个有问题的 是顾尔丹的人 暗地里已经听命于爱影仪会了 但是这时候奥格尔姆不知道 第二天他就决定说 我先斩后奏 替顾尔丹 替顾尔丹把叛徒除掉 这样回去我跟顾尔丹一说 那多高兴 我还不能升我官 对吧 他就带领这些人 就是怎么说 偷袭伏击了 这个多龙坦夫妻俩 这两个人也算是顽强反击 杀死了一名敌人 可能也会带着孩子 不便施展 或者是被偷袭 总之夫妻俩就惨死 惨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孩子他们还没杀 就觉得说这帮人也挺坏 就说这孩子 扔在冰天雪地里 就冻死 对冻死就完了 自生自灭 他们可能也下不去捅孩子 然后就回去报告了 但是没影响到 古伊尔在父母双情遇害的第二天 他还活着 就在兽人的生命力 还是比较强的 这时候有一小队 来自人类的敦霍尔教城堡 人类的贵族 经过了这里 领头的是叫做 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 率领的狩猎队 路过这里 然后就发现了 古伊尔 惨壮吧 这些贵族还没见过兽人 就听说 但是贵族 老觉得就是前线在扩大 就觉得说哪来的那么多 可能就是巨魔啥的 结果他们一看 这孩子一看 他真有绿孩子 真有兽人 而且跟前线 传回来的信息是相符的 布莱克摩尔就觉得说 把他拿回去研究一下 这孩子还活着 对吧 而且他们想要从孩子身上 能找到一点兽人的一些秘密 他们的生物 这种生物到底是怎么样的 回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跟人一样 有几个心几个肺 几手几个腿 是不是 就想研究一下 然后从此之后 古伊尔就在布莱克摩尔 在严密的监视下 开始的一个不寻常的少年时期 几天之后 阿古瑞姆发现 这卫兵怎么不回来 办完事不回来 然后就感觉情况不对 又派出赤猴往北 然后发泄 他的好友 以及他的所谓的亲信 内兵都惨死当场 然后赤猴又前去追杀 又前去追追追追追 阿古瑞姆也是命大 正好他又派出赤猴 追到了之前那拨人 那拨人还好追 还好接住了 他就回去报了信 跟郭尔兰报了信 说阿古瑞姆已经跟东隆坦 是沆线一气 那当时阿古瑞姆 这小面国也不保 他这个命还比较大 正好追上了 然后双方打 结果阿古瑞姆后派这一波战士 他就是对他忠心这一波赢了 回来就报告给他了 把消息结下来了 对 所以说阿古瑞姆也是会惊魂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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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学 但是一方面为好友的 怎么说惨死而悲痛 按下决心 我肯定要为你报仇 不过眼前还没有机会 等待时机 经过前面那一段传故事 已经来到了黑暗之门 开启后的第三年了 已经打了两年了 时间过很快 战火蔓延了 打了很久 然后受人也是一路烧杀 抢掠 很多什么村庄 城镇 什么各种交易所 反正都被夷为平地了 导致什么 暴风城的经济瘫痪 没有粮食来源了 西部皇也都被受人占了 感觉这撑不了多久了 然后黑手决定说 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要进入战争的第二个阶段 决意向北方进军 攻占赤己山 基本上在打暴风城之前 最后一个要打的地方了 打下赤己山 作为攻占暴风城的敲头堡 结果不落发现 不费一兵一组 很轻松的就来到了 赤己山的山脚下 没有什么抵抗 胜利来得如此容易 然后黑手又做了一个 错误的判断 感觉我们优势很大 A了上去 人类已经吓破了胆队 然后就A了上去 熟不知识 又是落萨的圈套 黑手亲自率领 一小只兽人部队 突入山岭 然后希望能够夺取湖畔阵 这都是玩游戏的玩家 很熟悉的一些地方 将这个地方作为巨检 不溜 落萨顺领骑兵 从山坡上奔腾而下 瞬间把兽人围住 兽人又骑兵 苦苦作战 但是狼可能比麻 还是矮一点 这些兽人几乎全部战死 黑手差点就死在这 多亏有两位暗影议会的术士 用邪能法术 把他落萨逼退 黑手捡回一条命 跑回来 黑手灰色土脸的跑回来之后 也是 跑的都割了 对 红腿光 穿黑袍上去黑城 反正都活着跑回来了 回来之后 他不仅没有感激那两个 救他的暗影议会的术士 还把他俩处死了 废物 这两个人是唯一见过他狼狈 所以他就不能俩人活着 然后还指责 顾尔丹 你说你那些人多废物 黑手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对 然后顾尔丹这时候也很生气 我的人 习突突把我人杀了 还了得 这俩人反正已经 矛盾就要激化了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 就给顾尔丹敲响了一个警钟 就看出来说 人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也是会奋勇的反抗 所以这个时候围攻防攻城 还是有难度的 跟当年打沙塔斯城的时候不一样 这个时候的部落的力量 和当年也不一样 而且很多有几个 特别能打的士组 战哥什么的 还都留在了德拉诺 不听指挥 还在那儿自己杀自己 而且经过了一两年 最后的饥荒时间 兽人现在也有点面黄肌肉 战斗力大不如前 这时候顾尔丹就想起来说 当年他是怎么壮大部落的力量的 他不是先粉碎了德拉诺星球上的元素 埃德拉斯这元素 比特拉诺的厉害 他就觉得说元素的事情 还是得处理 得调查处理一下 然后他就探子回报 说赤底山的西北边 感应到了大规模的元素生物的活动 那儿一座着弱的火山 叫黑石山 古加尔给他回报这个事情 然后古加尔光说元素的事情了 但是他没说一个什么事 就是这个地方跟上古之神还有关系 因为古尔丹可能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 古加尔说觉得这是自己事 对反正安养议会就赶紧秘密的奔赴这个黑石山 想要把这个地方占领下来 作为自己的据点 没想到先期抵达这里的议会成员 等于是自寻死路 受人在德拉诺没有接触过这么厉害的元素之力 就是比德拉诺厉害的多 先抵达的术士就很快就惨死山中 这个地方之前我们讲过 就是三成战争之后 招出来拉高纳罗斯 把这个地方的黑天爱人 他在这已经称王称霸了几百年 打罗斯 大罗斯在称王称霸了几百年 所以黑天爱人本来就能打 再加上黑天爱人被控制了 他们都被奴役了 你说元素得多厉害 所以兽人来这也是要来作死 古加尔也说不能打 咱们上古之神 咱们可以和平手段谈一谈 他就利用了与上古之神的连接 他不是会来暗影法术吗 然后就走和平谈判的条路 深入了黑天山的深处意识 先进去了 他不是人进去了 然后与这些拉高纳罗斯的元素 普通进行托翻长谈 双方达成了协定 上古之神决定说 你们打仗是好事 我们愿意看到地面上打仗 但是燃烧军团和上古之神 可不是一回事 燃烧军团为什么要燃烧 是因为他们要扫平宇宙 防止上古之神的腐化 所以他们属于是不共戴天 但是你们打是好事 打的目的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统一了 所以上古之神就说 我不能直接把力量给受人用 因为你们的主子 跟我不说一回事 但是我可以把黑石塔 这个地方先给你用一用 打仗是好事 暗影一会就可以 从此之后 把黑石塔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他们在埃德拉斯上的一个秘密的据点 是一会 不是部落 部落不转这个地方 一会在这 然后这里头还有黑天爱人 但是黑天爱人 他们可能有一些什么暗号 对个什么三河河水万年流什么的 就知道这是一会 脸怎么红了 对一会就不打 别的手人就打 就这样 黑天爱人 什么元素生物 也不打一会成员 一会也不招有他们 他们可以在这 作为据点用 所以副本黑石塔里才有暗影一会怪 所以黑石塔这个地方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就一度暴雪自己故事 原来领不动了 你知道吗 因为这就是两股不共带天在这合作 你知道吗 你得好好把它冤好 这边解释明白了 原来如此 就这么回事 然后当时古加尔和过尔丹就想说 黑石塔我早晚拿下 不过现在时机未到 我们先在这忍一忍 现在他们一直处于忍的这个过程 忍一忍 其实是还想把它占下来 对啊 那边跟黑手正枪着呢 对 他们是很要的元素的力量 但是在埃德拉斯这边 元素是被归上古之神馆 这个事就很复杂 反正这事就这么地先 但暂时这么暗定下来 然后八方城这边 马上就要开始全面战争了 部落如今占领了阳光树林 西部荒野赤几山 开始准备要全面攻打暴风城了 黑手对说 郭尔丹出去忙活了1613招 在黑石山内也没有取得任何的战果 感觉很不满 就你们这天都忙到什么玩意儿呢 对吧 你看我的 我已经能看到被暴风城尖塔了 我给打暴风城 你看我的 然后成千上万 这个士兵 部落士兵就杀出了爱尔文森林 然后在暴风城外面 就拉开阵线 除了水路以外 特意调教 实在是不会 除了水路以外 将暴风城 围了个密不透风 那么个没围 就是兽人不爱不善水战 什么傻 然后命令 这个杰尔罗格和古战尔 帅子的这个目光之锤 他们两个打先锋 向暴风城发起了猛攻 还调动了攻城战车 轰塌这个城墙 天一刚一破晓 然后杰尔罗格和古战尔 带领了自己的士族 立即就突袭进了暴风城 然后兽人士兵和这个人类 就打造一团 然后树式的烈焰魔法 和人类的魔法都来回飞 然后暴风城是血流成河 看起来 这个黑手 大概在中午左右 就能攻下了暴风城 那么快 这个时候 却意外的听到了 是部落的后方遭到了攻击 这怎么回事 原来又是洛萨的轨迹 洛萨的陷阱 洛萨为什么会成为英雄呢 洛萨的轨迹是个梗 洛萨率领暴风城 大量的精锐骑兵 他们从海上出发 绕了个圈 骑兵坐着船 然后杀向了部落的背后 强行在部落的军队中 生生撕开了一条口 原来是重骑兵 有这个冲撞 冲过去 然后部落在战局 明明很优势 战局在战况 在上午的时候急转之下 然后血环目光之锤 赶紧再回撤 抗击这些突袭的骑兵 然后这时候 暴风城 藤门突然打开 城中的守军 蜂拥而出 两个手尾 手尾夹击 受人打的 腹背受敌 落荒而逃 部落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这张打的票 黑手本来想展个脸 是我看问题 结果又被落草 给打了个颜面扫地 他恨不得当即 就处死切尔罗格和古战 但是后来一想说 这两个士族 也是现在我手中能用的 不多的主力士族 张哥什么的 也用不了 还不能杀 最后没办法 黑手又指挥着部队 撤回了赤几山 这次就成功的抗击住了 部落的围城战 暴风城的胜利 并不是完全是运气 主要是洛萨和莱恩国王 妙是如神一般 他们从谁 从卡德加那里 得到了一些很多有用的 关于受人的情报 信息方面 受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他们是喜欢怎么作战的 那么卡德加是从哪里 得来这样的情报的 当然是从加罗那里 得来 所以他们才准确的 部署了这样一个 很成功的作战 守住了暴风城 古尔丹 他是通过加罗那的眼睛 他知道了这一切 也知道了加罗那 才不停的泄露 受人的这些战略情报 但是古尔丹 其实根本不关心 受人什么黑手打不打赢 他一心想知道 麦蒂文所说的宝藏 所说的萨格拉斯之墨的位置 到底在哪 所以他哪怕受人 会输掉战争 其实他无所谓 他就是想 我自己成就行了 我管你黑手打不打赢 对吧 然后加罗那与卡德加 他俩在卡德赞里 关系愈发的亲密 老辽 他俩都对麦蒂文 比较担心 不吃药 因为卡拉赞 最近塔里这些幻象 什么扭曲的鬼魂 更加的活动的更频繁了 天天就见鬼 大厅里游荡着 各种受折磨的灵魂 都精英 这么闹心 而且呈现出的那种 幻象的场面 越来越逼人 而且越来越恐怖 卡德加就决定 觉得说这一切 估计都跟麦蒂文有关系 他不跟我说 还是每天不见人 一回来就身体被掏空 卡德加 这些说 你麦蒂文不跟我说 我自己想办法 学 反正你也不管我 我在图书馆里 埋头找寻 找什么办法 那些古老的法术 我学了很多知识 他可以用一些法术 控制卡拉赞当中的一些幻象 可以受他的意志 我想看点什么 利用魔法的扭曲 为自己所用 他看到了什么 就看到了当年一个兜帽人 和顾尔丹 在大地上俩人斗法的 从前有多山有多妙 拿着来个塔 拿着喇嘛 看这一套 金刚经 对 然后在这兜帽上一看 卧槽 这不就是麦蒂文 都知道老套 原来整个开门 什么什么事 都是他的导师所搞的 正在这看着入树树神 卧槽说这灌口好 正要鼓掌 正要鼓掌之际 然后还没回过神来 然后麦蒂文已经发现了 他们干的好事 然后这时候卡德加 他俩就和加拉娜 疯狂逃算 卡德加也是聪明 集中生智 想出一个办法 他现在不是会控制幻象了吗 他弄了一个幻象 来托着麦蒂文 什么幻象 就是麦蒂文当年和他母亲 在塔顶上 打在那个时候的幻象 召唤出了幻象 然后麦蒂文一看愣了 他说我自己也有 因为他对那记忆是模糊的 是没有了 原来有这一处 原来他一看 就直接就定住了 然后卡德加就侥幸逃脱 没有低级的法术 只有低级的法师 很精彩 很聪明 逃到帮不上之后 向莱恩国王报告 我告诉你 麦蒂文就是坏蛋 如何 怎么说 如此自慢 自慢如此 给他一讲 然后把这个事情都说清楚之后 开始莱恩不相信 麦蒂文我哥们 不至于 不能够 对吧 洛萨说的 别别别 你先炸了 我最近老见的 那人已经不行 那人已经疯了 那人已经 老也不吃药 不行了 所以说 在洛萨的劝说下 莱恩同意 洛萨 卡德加和加罗纳 他们一起带领了 一对国王亲属的 很强大的卫队 一小部分精锐 去冲向卡拉萨 要把麦蒂文抓住 但是洛萨知道 麦蒂文哪是抓得住的 已经抱着 就是我要杀死好友 这样的决心 来到卡拉萨 他们赶到的时候 刚才我们提到 莫罗斯和库克 就在塔里发现 管颜和厨子 都遇害了 看他俩的尸体 借助加罗纳的眼睛 看到了这些 整个的过程的 顾尔丹 陷入了慌乱 为什么 你们要杀麦蒂文还行 麦蒂文还没跟我说事呢 然后他就赶紧 在洛萨等人 攻打高塔的时候 他就企图 进入麦蒂文的脑海里 去找通过法术 在他脑子里找 起初 麦蒂文的精神防御力量 和其强大 顾尔丹没什么机会 但是两边打起来之后 顾尔丹就找到了 麦蒂文分心的机会 跑到他记忆里 疯狂的搜索 然后萨拉斯本来 他也控制麦蒂文 入侵这位人 两边就打在了一起 烈焰生疼 刃声铿枪 书里写的 魔法漫天 首先一个遭难 是加罗娜 他遭受了麦蒂文的 一个精神控制的法术 他本来想控制上 结果加罗娜脑子里 本来就有顾尔丹 把他脑子搞得很错乱 这个人就疯了 敌我不分 开始乱打一气 这么一个情况 卡德加也是在战斗中 险些遇害 他怎么样 麦蒂文 使了一个法术 抓住他的头 把他的灵魂 从身体中剥离 都三个拉走 对 然后这个时候 洛萨及时赶到 逼退了麦蒂文 对于麦蒂文 没能得手 但是这个法术 在卡德加身上 也是起到了 很明显的效果 他吸取了一部分 他的生命力 17岁的少年 瞬间变成了 白红的老头 变成了 风竹残棉的老人 但后来 我们的故事知道 好像也无所谓 还可以再变回来 只要你法力够强大 麦蒂文 企图同样用 精神控制的方法 去控制洛萨 很惊讶的发现 毫无效果 洛萨一身正气 对 你控制不了我 这个轮着大剑 就朝麦蒂文来了 麦蒂文没办法 这精神控制不好使 赶紧张开了一道保护杖 抵挡洛萨 灵力的巨剑的攻击 找到机会 用了一个火焰伐术 把洛萨轰飞 这个时候 已经不再年轻的卡德加 抓住了 洛萨拼了老命 争取来的机会 从麦蒂文的背后 趁他不注意 拿着一把小刀 刺穿了导尸的胸膛 这把符文剑 是谁给的 是洛萨给的 洛萨就准备了一把 上面灌注了 魔法之力的小刀 给的卡德加 你说你随时准备着 找机会 因为我觉得 一般的法术 估计是弄不了麦蒂文的 你拿着这个 洛萨这人阴 表面上一招 他就永远是这样的阴招 所以是英雄 真是有汉 贯穿了导师的胸膛之后 麦蒂文临终之前 向卡德加洛萨 以及到场的 其他的人类的这些人 表示了感谢 你们都是英雄 那时候卡德加看到 在远处 已经烧得 雀黑的洛萨 种那块眼包树 一番跟斗 站起来了 拿着大剑 使劲浑身的力量 扑一下 把麦蒂文的脑袋扫下来了 然后 身手异处 对 宝剑砍中 离开脖子的时候 就跟脖子里 扑出了一股黑气 感觉像聊斋 还得配那种 对 激功什么的 动一下 然后萨格拉斯的灵魂 就离开了麦蒂文的身体 这个事之后 离开之后 麦蒂文的身体 就在邪能的烈焰中 开始燃烧 肉什么的都烧没了 最后剩了啥呢 剩了一点碎肉 一把骨灰 卡德加把麦蒂文的 剩了一点点 拿挫子收一收 连同那本 麦蒂文非常挚爱的 艾格文的藏歌 他母亲的故事 表写他妈的那本书 不是 他母亲 听得下骂人 一起装进了一个小盒里 然后就埋在了塔下的牧场里 然后旁边 两边又分别挖了个坑 这边摩罗斯 这边那厨子 库克 三个分包 埋在这 就这么死了 然后我特别喜欢 最后守护者结尾这一段 特别有意思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不是完全是原文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就说他埋完这三个人 做完这一切之后 卡德加举头望向 卡拉战大阳台 他来的时候那阳台 跟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那阳台还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候 他准确的可以看到 穿着长袍的人了 他已经明晰能看到了 然后他跟那人说 他说现在我能看见你了 你知道 然后那个人 闯入者就说 你是从什么时候能看见我呢 他说我第一天来就看见你了 但是你和我认识的那个人 完全不一样 你比他年轻 也沉稳多了 但我还是要认出你是谁 然后卡德加转过身去 看着那三个坟墓 就说但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以为我刚把你埋了 长旁人说确实如此 但至少可以说 你把我最糟的那部分埋了 卡德加说 那也就是说你回来了吗 这是幻象吗 是在将来 未来的你是什么 是大法师 是守护者 还是恶魔之王 然后那个人说 是比以前这三个身份 更加超然的存在 这得感谢你们今天的行动 让现在的我 可以亲手对抗 杨少军团的主宰 谢谢你 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 牺牲 然后卡德加 痛苦的念出这个词 告诉我 未来的幻影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因为他看到了 好多这样的幻象 然后阳台上那个身影 沉默了好一会儿 最后对他说 数千年前的一个决定 锁定了你我的命运 而他也只是一个 更大轮回中的一环 那个将我们束缚当中的 命运的轮回 这个时候朝阳出生 阳台上的幻影消散 然后外表已经变为 风烛残联的卡德加 这个时候看到了 一个另一个幻象 就是第一天来到卡德加的自己 他是一个17岁的年轻人 他看着那个年轻的自己 叹了口气 然后说决定 踏上了自己的命运的 新的旅途 然后呢 其实在小说里是这样的 就这一切呢 是在时空另一端 刚才那个闯入者 才看到的幻象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小说这个过程 都是这个人 未来的塔里 看到的一段幻象 以及他的记忆 都拼成了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人 就是未来的这个麦蒂文 他就回到这个塔里了 所以等于说 这个小说是个倒叙 所以这个小说 很好的利用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卡拉赞 他这个塔里头 就是时空是交错的 经常有未来的幻象 过去的幻象 所以他就是本来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规模挺小的故事 就是讲这个塔里 这个人来当学生 然后后来发现老师是坏蛋 然后他把老师杀死 就这么点事 但是他利用了 这个塔里时空交错的 这个特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描写了很多 通过塔里的幻象 展现出了这个 魔兽历史当中 很多著名的这个场景 比如说未来五英雄 在这个德拉诺抗击兽人 然后包括这个埃格文 和萨格拉斯这个争斗 整整种种种那些 就通过幻象的方式 让这个小说变得非常丰满 来一个有点无聊的故事 写的还是很不错的 我自己挺喜欢这样一个小说 然后这个作者 叫做杰夫格拉布 他其实就写过 这么一本魔兽小说 他写的更多是D&D 他这本魔兽小说 就因为他只是有这一本 所以就显得和其他 什么时候小说 就非常的不同 像这个尚武之爱那些 就是用特别 魔戒的那个方式来写 然后他这本 就看起来 像我刚才说的 像悬疑小说 就更有人情味 然后里面的人物 也更鲜活 然后那些场面 也非常有画面感 就是很有特点 然后麦蒂文的结局 暂时就到这里了 可能以后我们还会提到他 他为什么脑袋都扑了 还能在这装逼 没错 加罗纳跟他没说 加罗纳他没有等到麦蒂文 咽气 他就在封联的过程中 就跑出了卡拉赞 也没人知道他跑哪去了 在几百年来 守护者就从来没死过 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到他这 突然有一个守护者 被杀死了 他的死引来了很多 魔兽里藏书像一个死 叫做灾难性的后果 什么邪恶的能量 从卡拉赞的塔中迸发而出 然后影响了周围的地区 这个地区都变得很荒芜 原来叫阳光树林 这一块现在变成了暮色森林 大家去游戏里能找到 这个都是黑的 然后古尔丹在这个过程中 确实找到了他想到的东西 在麦蒂文头脑里 找到了萨沃拉斯之墓的位置 同时他还发现了很多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 很多魔法圣物的位置 都在他的脑子里 因为那个是 传下来的那些知识 但是他很惨的是什么 当麦蒂文被打败的那一刹那 就死那一刹那 这个顾尔丹还在脑里看 太多了 看不完 太好了 然后麦蒂文死的一瞬间 他没出来 由于巨大的精神冲击 顾尔丹陷入了深度的昏迷 然后加罗纳失踪 顾尔丹昏迷 这个是在部落那边造成的影响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差不多就到这了 麦蒂文也是迎来了自己目前的结局 我们第二季算是以麦蒂文开始 到了第八期 麦蒂文一个第一次迎来结局 麦蒂文离场了 然后卡拉萨里现在也没有活人了 是的 没了 而且有贪婪的冒险者 卡拉萨副本刚开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通过一些bug进到卡拉萨地下 看到一些墓穴或者什么的 其实这个是有来源的 当时他们确实把东西做进去了 大家会在地下看到好多奇怪的东西 其实是有些说到的 有些什么道调的尸体等等什么之类的这种 是的 是 行 那我们今天故事到这 来 可以 这是第二季的第八期了 就算是第一次受人战争打了一半 对 第一次大战 下一期我们会把第一次大战结束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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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